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11日星期六 昨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通话 而且是在美国前不久已经起诉马杜洛并悬赏1500万美金通缉马杜洛的情况下,有这番通话,问他怎么看 川普说,是的,我对此不高兴,我很不高兴 然后记者问,说你跟习近平主席有没有谈到委内瑞拉的事情 川普说,迄今为止,我没有跟习近平主席谈到有关委内瑞拉的事情 但是我说过,对这样的事情我不高兴,我肯定不高兴 记者又说,在通话中习近平向马杜洛表示要继续支持马杜洛,而且要给他提供资金支持 就表示对马杜洛政权要进行经济援助 那么说,你对此是否担心 川普回答说,我很担心,我担心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我睡觉很少的原因,因为我担心很多事情 然后他又补充说,我说过了,我不高兴,我很不高兴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就在3月底美国才提出一项计划,并且得到欧盟的支持 说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过渡政府,由现任的总统马杜洛和临时总统,也就是国会议长 关一多之间建立一个过渡委员会,双方都派人参加,建立一个五人过渡委员会 然后这五人过渡委员会暂时管理委内瑞拉,以结束双方的政治纷争 然后经过大选再重新的建立委内瑞拉的民主和新政府 那么这个计划提出来之后,显然美洲国家都支持,欧盟也支持 关一多方面更不用说是支持 但是马杜洛方面没有把话说清楚,基本上是表示反对 因为他尽管现在已经不得人心,但是他还认为有安全部队的支持 所以他会想说,在威奈瑞拉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后 把一个原来的南美洲的明星国家,一个非常富裕的石油国 世界上可以说首去一指的,数一数二的石油大国,变成了一个贫穷破败的国家 经过查韦斯和马杜洛这两个所谓举社会主义招牌的半独裁者统治 美国就是看到威奈瑞拉是这个状况,觉得这个状况是美国的经济制裁 美国的经济制裁,这个国家更为的衰落 而最近有连遭到三重打击 一个是国际油价的下跌,再一个就是蔓延全球的疫情 再一个就是由于他病患很多,现在医疗资源几乎瘫痪 就是整个医疗体系处于瘫痪状态 美国就是看到威奈瑞拉是这个状况 觉得政争持续下去,对威奈瑞拉人民并没有好处 因此提出建立过渡政府 因为马杜洛是通过会选上任前两年 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一百多个国家不承认 美洲国家组织都不承认他,在整个中南美洲只有古巴承认他 现在美洲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主要的五十个国家都承认 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临时总统,是合法政府 因此在威奈瑞拉有两个政府,两个总统之争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却不顾美洲国家 还有美国和欧盟的立场 居然就明确表达支持委内瑞拉,支持马杜洛 而马杜洛只剩下三个国家支持 一个是古巴,一个是共产中国,再一个是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现在习近平和中共是否为他出头来支持这件事 就直接跟美国卯上了 在中国那边,习近平说是跟委内瑞拉总统通了电话 然后由新华社发出了通话内容 照例就跟以前一样 凡是习近平跟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话 都是主要报道习近平讲了什么 对对方讲的话只报道一小段 报道说习近平又向对方重复了一遍 跟其他领导人讲的话 说今年的事情爆发以来 中共方面一直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跟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合作等等 然后又说是向委内瑞拉提供了援助 包括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 然后又高度评价中共跟委内瑞拉的关系 如何如何的友谊深厚 中共的报道说马杜洛就向中国方面表示感激 称赞中共的工作怎么着有成效 但是马杜洛面临委内瑞拉已经意料体系崩溃 究竟跟习近平讲了没有其他话 中共的官方媒体没有报道 比如说马杜洛有没有问这件事情起因究竟是什么 究竟来源于何处 怎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中共官方绝对不会报道 实际上马杜洛也是无可奈何 在中国周边 中共的盟友或者半盟友实际上都几乎处于反目的状态 俄罗斯北朝鲜巴基斯坦还有伊朗 都因为现在深受其害而处于非常愤怒和反目的姿态 但是委内瑞拉因为处在美国的经济封锁之下 然后中共又隔着大洋 而够不上 即便是现在深受中共输出的这些东西之害 但是也说不出口 也只能强打精神去向习近平 向中共要援助要金援 来支撑他遥遥于坠的政府 川普有几次提到他睡觉很少 但是没有跟具体的原因相联系 这次联系到具体的原因 居然说习近平支持马杜洛 这样的事让他很担心很睡不着觉 一方面说明了他的真实情况 睡觉少 生活简单 精力充沛 而且不仅日历万机 还每天举行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就凭这个姿态他就可以完全压倒习近平 中国那边危机几个月 习近平从来没有站在记者会上 甚至更不用说站几个小时 恐怕根本站都站不稳 尽管说肩上能挑200斤 大家也没有见识过 所以川普讲他睡不着觉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他联想到了中共 也就暗示最让他睡不着觉的就是中共 共产中国 因此他现在最要对付的 或者最花精力的要对付的就是中国 共产中国 中共 实际上就暗示了对美国来说当前的大敌是中共 委内瑞拉还是小菜一碟 因为在这样的流氓政权之后有更大的流氓政权 所以这是川普的意思 尽管表面上他还可以对习近平 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 说好听的话 客套的话 给他们一个面子 实际上实际上他最操心 并且需要谋话和布局的就是如何对付他们 尤其是如何对付习近平和中共 中美两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较劲 也继续在台海角力 就在10月10日 中共有三架战机 再次通过台湾海峡 飞令台湾上空去进行威胁的时候 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也经过台湾海峡 以示签字 那么中共的这三架战机 号称是由什么轰-6 空警-500 还有歼-11 肆无忌惮的是最近第六次挑衅台湾 美国出动的是第七舰队的贝瑞号导弹驱逐舰 也沉稳地通过台湾海峡 显示如果中共有蠢动 美国就会有回应 双方围绕台湾和台湾海峡 继续处于对峙状态 而中国方面利用现在全球陷入大危机 那么在宣称一些鹰派 强鹰派宣称现在是武统台湾的大好时机 在似乎摩拳茶掌摩刀霍霍霍 要向台湾开战 那么中共的一些媒体还宣称 说地动天摇终于要出现了 意思说原来蔡英文刚上台的时候 中共宣称说没有九二共识 就是天摇地动 这是习近平的话 那么意思说现在天摇地动的时候来了 先有说法说最近中共的航空母舰 辽宁号也去了台湾海峡 但是后来遭到正式消息的否定 那么辽宁号是航空母舰 三冬号也是航空母舰 受到了周边国家的评论 都认为在美国航母面前不堪一击 那么中共就曾经在他的这些网站上 发文章公开说 说不需要航母 我们有的是另外的利器 号称它有一种叫075两栖攻击舰 说这才是武统台湾的利舰 那么在这两年陆续的下水 但是还没有偷入这个编队 所以这种所谓075两栖攻击舰 是可以达成25架直升机 排水量达到3万6千吨 是非常具有攻击力的 然后被中共内部军方称为是武统台湾的利器 结果这个大话刚说了不久 就在今天4月11日一场大火把中共的第一艘075两栖攻击舰几乎全部烧毁 这个事发生在上海华东造船厂 说是最近本来就没有复工复产 已经就停了一段时间 刚刚开始复工复产 结果就发生一场大火 把这个075两栖攻击舰第一艘 当然他有几艘这是首艘 就大火浓烟滚滚 原因不明 有时候是电缆造火也有可能其他原因 中共自我吹息多么厉害 将如下角之般下水的这个075攻击舰 结果还没有出征 号称武统台湾 就已经自我燃烧 给人的浴室仿佛是一个象征 叫玩火者必自焚 实际上是最近中共军事方面的第三次重大损失 前两次就是连续两次 长征火箭发射后升空爆炸起火坠毁 那么这次又发现了075攻击舰 号称是他最强大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 又发生大火 显示共军的败相接二连三 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 美台之间不只是军事合作 还有更多的其他合作 比如说美国在痛批重批了世界卫生组织之后 其中提出了一个方案 可能重组另外一个卫生组织 那么方案之一就是说在现在联合国防艾滋病这个专属上 可能以这个为基础另建世界卫生组织 几乎是找价值相同的民主国家来建立新的卫生组织 那么这样的话台湾有极有可能被纳入其中 而且现在美国的朝野都在反思美台关系 都在说这一场大危机过后 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现在很多议员智库还有专家都提出了这个说法 那么就在这两天 川普作为总统川普的长子 小唐纳的川普明确表态 他说他支持这个想法 应该承认台湾为国家 也就是说美国应该跟台湾建交 那么这个小唐纳的川普尽管表态是个人的 私人的没有上升到官方层面 但介于他是川普总统的长子 那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正式的放风 预示将来美中台三国关系的演绎的方向 说到世维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这个谭书记 谭正伟 现在确实从中共那里学得了精髓 他在回应外界批评的时候 也用了中共那一套说法 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是讲 一是讲政治化 二是说种族歧视 三是说有人赞他 那么他先是对美国总统的批评 他不仅没有接收 反而说是把这个世界医疗事业在政治化 实际上这是中共一贯的说法 自己在做政治化操作的时候 如果别人批评他 他就说对方在政治化 第二个 当海里奥华人和台湾民众 在批评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 谭德赛居然以自己的身份肤色来说话 说是种族歧视 第三部曲 那就是当风波闹得正起的时候 他又洋洋得意的发推文 说有很多人在称赞他 实际上他获得称赞非常容易 而且非常廉价 那就是只要中共组织 五毛党自干五 小粉红甚至水军网军 大量的称赞他就可以了 这些人既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 中共要称赞他可以组织一亿人来称赞他 实际上就是中共宣传系统那一套 自己人吹捧自己人 自己假装喜气满满 但是心里很明白是自欺欺人 除了在台海之外 最近一段时间就在全世界笼罩在这种大危机的情况下 在东海和南海 中共都出动所谓渔船 实际上是武装渔船 海上民兵到周围到处挑衅 在金门外跟台湾的直发船 海巡署发生冲撞 然后在东海跟日本的巡防船冲撞 甚至把日本的巡洋舰都撞出一尺大的口子 然后又去印尼纳图拉群岛去挑衅 另外在海上还发生了跟越南渔船之间的对视 而中共的一个大船把越南的渔船撞成八人落水 那么这一系列挑衅 让美国的这些智库和研究机构觉得非常奇怪 觉得不同寻常 那么现在美国的研究智库就在研究中共的战略 其中他号称海上人民战争 就是搞大量的武装渔船 号称民兵或者是假称渔民 那么在跟周边的国家去对抗 这种对抗的方式对中共的好处就是数量上压倒对方 但是在做挑衅的时候 给国际上的感觉又不像是军事冲突 让国际上很难败 就处于这种掠夺与侵略的灰色地带 这是一个 还有中共有组织庞大的商船 组织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商船 据说这个商船的数目是美国的十倍 那么前两年就在西非国家 像塞士尔这些国家大量的掠夺海生资源 这些中共的这些船 甚至捕鱼船都是重量级的 都是重装备的 去了之后 一个星期就可以打捞这个国家 一年才能够打捞的海底的鱼类 或者是其他珍贵的海底资源 一些西非国家感慨 因为中国人要吃鱼 搞得非洲没鱼吃 进一步的陷于贫困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海军学会发表一个研究报告 建议川普政府参照美国的宪法 说给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私人船 发放许可 这种许可就是武装许可 如果在跟中共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些船只可以负责拦截和扣押中共的这些商船 渔船或者是相关的物资 那么这个法律在美国有 但是美国在1907年之后就没有启用过 那么如果他要启用的话 他是可以启用的 那就意味着用全世界的私家船 受到许可和武装之后 对付中共庞大的所谓海上武装渔船 还有商队 还有这些重装备的布鱼船 那么这个计划当然还没有成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都在评估其中的风险 但是这就可以看出 现在美国在充分认识到 中共在各方面的朝鲜战 不只是海军空军陆军这样正规的对峙 还有中共所搞的武装渔船 所谓海上人民战争民兵 那么美国如何因应 已经在锦络密鼓的研究之中 但还有专家就提出说 美国还是应该继续的帮助周边国家 像菲律宾 印尼 越南 这些国家去加强他们的武装 去抵抗中共 像最近所发生的 当中共派出大量的渔船 去围攻印度尼西亚的那图那群岛的时候 印度尼西亚方面出动了海军和空军 逼退了中共的这些武装渔船 前些天 4月7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日本进入紧急状态一个月 同时他宣布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纾困计划 要拨出108万亿日元来紧急纾困 那么这个相当为992亿美元 外界注意到其中20亿美元用于帮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实际上就在美中贸易战这两年激烈进行的情况下 日本企业就大幅度的转出中国 有的转回日本 更多的是转向东南亚国家和印度 这一回是日本政府出资帮助日本企业转进 实际上在去年日本就有一个庞大的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 就跟中方商讨如何让日本企业逐步撤出中国 显然现在日本感到的紧迫性 因此日本政府主动出资帮助这些企业撤出中国 因为日本已经意识到在最近两年的形势发展下 虽然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国 但是现在的进出口量都大幅度的下降 而一些产品被垄断之后现在对日本非常的不利 像汽车在目前的情况下 日本的三大汽车厂在中国产量急剧下降 日产丰田本田分别下降87% 77% 92% 等于几乎归零产量和销量 所以在中国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 所以日本的撤离启发了其他各国 那么在美国立即有议员 像霍利一员就提出美国应该参照日本的方式 不仅要鼓励美国企业撤出 而且要补贴美国企业 那么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罗就做了一个回应 他说白宫正在考虑对美国企业如果撤离中国的话 要立即和全面的百分之百的支付成本 就是搬家费 实际上美国企业这两者也在撤出之中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在陆续撤出中国 那么显然这个局势会加快 那么库德罗说的是比日本的方案还要大胆和超前和全面 是全面的支付 立即 就是让包括厂房 设备还有中途运输 各种各样的成本都包括在内 因为让这些企业感觉到没有太大的损失的情况下 撤离中国 平安的撤离中国 事实上在美国的制造已经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在2019年调查发现说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 已经超出了其他14个国家的制造业所销售美国的产品 其中最大的下降是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下降了50% 也就是从中国制造业来的美国的这些产品 已经减少了产量 减少了进口量50% 一半 而这个幅度势必在目前的形势下继续的加快 所以日本和美国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 甚至全面补贴的方式 撤出企业 表明着在经济和贸易领域 美国 日本跟中国的进一步脱钩 这个脱钩恐怕还不仅仅在经济上的含义 制造业上的含义或者贸易上的含义 但是库德洛做了这个表示之后 美国政府说稍后再考虑这个事 目前优先的还是解决当前的控制这个问题 但是库德洛既然放了这个话 证明美国要采取第二个大步骤 第一个大步骤就是美国已经从全国世界各地 全球世界各地撤走了他的国民 美国公民 5万多人 90个国家 安排了490个航班 撤离了绝大部分的美国公民 撤离了本土 那么显然是担心一旦要开战的话 美中有战争的话 那避免美国公民在海外受到攻击 现在第二步就是撤走企业 那么撤走企业除了这个断钩之外 那一个重大的含义就是 如果说发生战争的话 那么这些美国的企业 美国人员至少大部分已经撤离中国 过去30年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等发达国家 在中国建立的这个供应链或者制造链 一方面是觉得那边的成本低 相对所谓环境稳定 但是另一方面也让中共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 然后回头来用这个制造业来卡住西方的脖子 因为中共生产 中国那边生产的是包括像玩具 电动产品 还有汽车零部件 另外还有医药产品 医药器材 包括抗生素 青霉素 止痛剂 医用口罩 医疗器材等等 那么在这次的过程中 全世界陷入大危机的时候 中共方面不仅不是制造了或是给别人免费的提供援助 而是高价的卖出 甚至于扣押医疗物资 医疗器材 给各国加重危机的程度 这些不仅加重了各国的警惕 而且是加深了各国的愤怒 因为各国都意识到中共的意图是什么 就像他那边起了火 然后他那边在灭火 火势烧减 然后周围都因为他而连带来起火 一方面他不仅不帮别人灭火 还有高价的都是那些劣质的 假冒伪劣的消防产品给别人消防桶 不仅如此 还要去扣押当别人急需消防器材的时候 他还要扣押消防器材 所以这就是巴不得别人的火越烧越大 程度越严重越好 因此这就是一种见烈欣喜 幸灾落祸 隔岸关火的这么一个心态 况且这个火还是他们自己放的 日本和美国正在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大动作 预示着不仅仅是在制造业 经济 贸易上跟中国完全脱钩 而且也预示着跟共产中国之间的冷战和热战 这种预示预演或者是预兆 最近几天 美中两国外交系统又有一些火腰味十足的攻防 先是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这位崔公公 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说是中美两国应该放下争端和指责 应该是在防疫抗疫方面进行合作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塔格斯 他就说很好 说中方应该先做到三件事 第一是数据的透明和分享 第二是调查事情的来源 第三是允许自己的公民说话 他说合作是建立在透明度和实际行动上 而不是空口白牙 这个时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跟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双方都是女发言人 展开了隔空交火 华春莹先是就美中两国互相驱逐记者的时候 在说美国 说美国把中国的记者当作政府的代理人 而且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他就问美国 如果他称赞了中国共产党 就代表中国共产党 他说美国记者如果称赞了共和党 是不是代表共和党 结果奥塔格斯就回应他说 中国记者是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因为习近平说过媒体姓党 就一下甩了过去 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去问习主席 中共这些记者 中国这些记者是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这个话春莹顿时就没话可说了 双方的这些言辞交锋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进行 这里面就看到两个基本的事实 一个是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可以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但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绝对不可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另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在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他的言论 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塔格斯却不可能在中国的微博或者微信上发表他的文章或者是言论 也就是说双方攻防的阵地是如此的不对等 就是像崔天凯和华春莹以至于前段时间的赵立坚都是深入美国的阵地 直接到美国来进行大外宣 直接到美国来进攻美国 但是却把美国的言论或者美国的其他的火力阻挡在中共的防火墙之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格塔斯在说到中共应该允许公民发表言论的时候 在中国那边李文亮医生已经因为感染而牺牲 而他是吹哨人 另外一个发烧人艾芬已经下落不明 被中共完全的禁声 甚至有可能失去了人身自由 另外其他几位公民记者像陈秋实方斌和李华泽也都是被监禁状态 另外即便是作家方方 就算是中共体制内人物 因为他当过省作家协会主席 仅仅是以自己的真实心情写了两个月的日记 方方日记 居然现在遭到中共上下的围攻和威胁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带头围攻 为公的理由是说方方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了英文版他的日记 就是说在其他各国都在对中国提出追责和溯赔的时候 说好像方方这个做法是增加了别人批评中国的理由 似乎按照胡锡进的逻辑 在中国不仅是领导人 还有下面的党员官员 甚至普通的民众 作家老百姓都应该绑在一个战车上 共同一致的向外 似乎这都是一体没有任何的独立人格 自由精神可言 不像美国不仅有执政党 还有反对党 还有人们任何的言论 如果说有美国的作家到中国去出版什么批评美国政府 我想中共非常的欢迎 绝不会阻拦 美国政府也不会阻拦 另外中共现在还制造一些动不动 拉一些外国人做一些自媒体 表示看外国人在替中共说好唱好 甚至于中共的一些官方媒体请香港 台湾记者来冒充所谓不是党媒记者 甚至是请国际上那些老外来为中共的大外宣去工作 去读稿 表示是一个国际电台 来鱼目混租 混淆视听 在华春莹和奥塔格斯的互相攻访中 最后华春莹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对奥塔格斯喊话 随时欢迎到中国 随便在街上找人聊天 享受自由 华春莹此言一出舆论炸锅 网络炸锅 说这是今年度最大的网络黑话 这个黑话叫外国人随时到中国来享受自由 如何理解华春莹这句网络黑话 那意思就是随时欢迎到黑夜里来 享受阳光明媚 晒太阳 想怎么晒就怎么晒 随时欢迎到北极来 享受优美的夏季 在沙滩上消下 想穿什么泳装就穿什么泳装 当然 华春莹说 随时欢迎到中国 随便在街上找人聊天 享受自由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外国记者问他 我可以在中国街上随便找人聊天吗 华春莹回答 没有问题 反正他们也听不懂 外国记者又问 我到中国可以随便访问什么地方吗 比如说西藏 新疆 或者中南海 华春莹回答 没有问题 反正你也进不去 外国记者又问 在中国 我可以随便提问中国领导人或者官员吗 华春莹回答 没有问题 反正他们也不回答你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